哪吒一声怒吼 搅了东海三太子和前堂大龙女的好事 三太子冲出海面与哪吒打在了一起 俩人居然用了同样的武器 在打斗过程中 哪吒不敌三太子 被三太子龙尾甩到腰上重伤于地 森林里两个千年老妖也打起来了 原来是老茶树精 气不过小青咬了他的龙颈孙子 小青也气不过老茶树精 一口一个妖精的喊着 喊个靓女就那么难吗 老茶树精居然跟柯震恶有一拼 打架总是嘴上功夫了得 实战中一次也没赢过 要不是技工出来 小青就能泡一壶好茶了 我的活佛呀 哎呀没伤着你吧 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可要担待呀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呦是小的不好 小的给您请安了 您得多包汗耽误您清修了 技工说你都几千岁了 还自称小的 你骂谁呢 小青一看 老茶树精这贱样觉得恶心 不就是想巴结个神仙靠山吗 损了他几句就走了 他可不管这什么降龙武汉 什么技工的 技工被老茶树精这一顿马屁 也给拍的飘了 就把包人是哪吒的事 给突露了出来 你以为神仙他就不犯错啊 神仙在天上 他照样犯错 犯了错怎么办呢 罚呗 罚得最狠的就是 被贬回人间 小青没想到 他满心喜欢的包人 是因为自己偷了精品 才被玉帝罚下进了哪吒 觉得包人身上所有的不幸 都是自己造成的 越想越内疚 于是跑到了茶园 想为包人做点事情 包公子 我想来采茶 不知道你这还招人吗 包人说 自己现在是个穷光蛋佬 没钱招人了 小青说 自己不要钱 管饭就行 于是就用嘴唇 帮包人采取了茶叶 大龙女 见自己的情郎三哥 被哪吒打死了 而他还在这跟小青蛇 亲亲我我的 哪能就此罢休呢 那小青 自然也不能看着大龙女 揍自己情郎吧 于是 一条蛇和一条龙 就打了起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精品的话跟我来 不要杀了无辜 怎么了 你心疼了 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谁还要你那个破瓶子 哪吒的命 大龙女一掌劈过去 没要了包人的命 但是却把他衣服给打烂了 当看到他腰上没有伤的时候 大龙女以为是自己认错人了 那也不管那么多了 宁可错杀 也不能放过 没想到这一掌 小青替包人给挡下了 龙女一看小青既然想找死 那就成全你 没想到 包人又替小青去挡枪了 见孙子受伤 老茶树精 再也看不下去了 怒气腾腾的 找大龙女拼命去了 小青拿出了自己的内担 来帮哪吒疗伤 但自己也受了伤 强行把内担吐出来 导致他元气大伤 直接昏倒在包人怀里 包人醒来 看着躺在怀里的小青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